我一家的公司在這裡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國政會啦 俗稱什麼 國民黨智庫 蔡爾嘎自曝他在當YouTuber之前 曾在國民黨智庫工作 擔任研究計畫專任助理 而且薪水還很不錯 讓他很快就還完就學貸款 我跟你講我就學貸款 一年就幹掉了 就有錢 十萬一年就幹掉了 還在那邊其實還不錯 可是有到第二年 因為研究助理 因為研究所畢業就有四萬多塊 我會兼兩個助理 要走之前接了三個 有一個什麼協會要幫忙 我接了三個 蔡爾嘎大方分享 2011到2012年 在國民黨智庫待遇 他一度兼三個研究助理 月收入最高有五六萬元 讓他一年還完約四十萬的就學貸款 蔡爾嘎大學念東吳社工系 研究所是文化社福所 外界也好奇 他在國政會負責什麼工作 我研究新住民 我年紀兩個人研究新住民的議題 健康訊息要怎麼傳播 他們比較接受得到 其實我滿喜歡這工作的 因為你很喜歡整理資料 對 跟我們現在做那個 YouTuber那個數據分析一樣 而且出來會有本那個研究計畫 就我一個作品的感覺 蔡爾嘎拍片當天 也在國民黨智庫門口拍照留念 他發文寫道 如果沒當YouTuber 應該就會一直當研究人員下去 表示自己滿喜歡研究類的工作 感嘆人生180度大轉變 回顧十年來拍影片的點點滴滴 也讓外界瞭解蔡爾嘎搞笑之外的另外一面 TVBS新聞最後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